这条嗨老捡到一套小镇的模型 它只是往上面喷了二两的水 下一秒外面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嗨老仔细研究了模型老半天 发现居然跟牛头村一毛一样 上面的商店就是自己经常去嗨皮的地方 马路上的汽车还是自己卖出去的 就连路灯也是嗨老亲手装上的 他还发现模型的下方有个开关 于是嗨老就往左边旋转了几下下 内部的齿轮就开始紧而有序不停转动 下一秒所有的灯光都亮了起来 嗨老见此兴奋到了脚底 他看着自己所在的教堂里 里面的嗨老也在瞪大双眼盯着自己 为了证实自己大胆的想法 嗨老拿着水壶往教堂附近喷了两下下 果然外面就下起了大暴雨 他以为可能只是巧合 于是嗨老这次开始使劲喷水 外面的雨也因此越下越大 把教堂附近的居民都淋成了落汤鸡 更诡异的是 大雨只在教堂的附近下个不停 次日清晨 所有的居民都在讨论昨天那场雨 到底是为什么只在教堂附近下个不停 唯有知道真相的嗨老兴奋的不要不要的 他居然成为市民口中的上帝 这时有条靓女前来搭讪 原来他就是这间酒吧的董事长 靓女不经意透露了心中的苦恼 由于老村长将公款拿去嗨皮了 导致小镇年久失修破烂不堪 现在已经毛有什么人来这里旅游了 紧接着靓女还说出自己想翻新酒吧的想法 因为身上两毛钱都很难拿出来才就此作罢 嗨老听到后偷偷用笔写下靓女的想法 他回到教堂马上在模型上找到靓女的酒吧 紧接着就拿出9块9的指甲油 次日靓女来到酒吧就发现 墙面被刷得比新的还要新呢 不过他以为是女儿通宵完成的杰作 这件事让母女俩都开心的合不上座 嗨老在旁心中默默窃喜 他决定把破烂的小镇好好修复一番 回家的路上 嗨老发现有个青年老太摔倒在雪地上 经过简单的交谈后得知 由于公路用了几十年 早已经是三米一个小坑十米一个大坑 村民给老村长写了好多好多的意见信 希望他可以把马路简单修复一下下 可信箱都塞满了也没人理会 很快嗨老就把信箱搬回了教堂里 这条嗨老拿起赤剩的鸡骨头 放在小镇模型的街道上 旁边的金毛看到比自己还大的骨头 瞬间就被吓得不敢叫出声来 就在遥远的三分钟前 嗨老将村民的意见信箱搬回了家 他打开信件开始帮村民实现心愿 第一个愿望就是修补路面的大坑 随后嗨老慢慢走到了小镇模型前 轻轻往路面塞了一块鼻屎 下一秒外面的路面果然变得平整 紧接着嗨老就给小镇大扫除 剪掉路边的残渣将垃圾桶扶正 拔掉路边没用的死树还将街道打扫干净 嗨老就这样按照村民的心愿 将小镇弄得有模有样的 次日小镇的村民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猜测这些好事到底是谁做的 由于小镇变得越来越好 原本准备搬到西伯利亚的村民都打消了念头 嗨老也兴奋笑得有鼻不见眼 等他来到超市买宵夜时听到 所有的居民都在聊着小镇的变化 嗨老也急忙上前借此机会夸赞自己一番 可当他听完村民的对话开始笑容失色 原来所有的村民都以为是老村长良心发现 于是他们准备带上礼物上门表示感谢 嗨老听完后气愤中带着失落 但他又不能说出心中的秘密 只能继续默默无闻为小镇做出贡献 他不但把公路扩张了好几倍 还做了一个巨大的灯牌树立在村口 路过小镇停留的游客越来越多 酒吧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这天所有的村民都来到教堂聚集 原来他们是为老村长举办的感谢派对 老村长也很顺脚揽下了这一切的功劳 并且还表示自己会再接再厉的 嗨老看到这里愤怒直直线飙升 自己做好事没人知道就算了 还被一个黑嘴脸的老村长给坐享其成 嗨老走在路上越想越起 于是他下意识捡到了一块小石头 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回到自己的闺房里看着小镇模型 上面有一辆红色跑车就是老村长的 嗨老拿着石头就往跑车上面一丢 黑夜中一块陨石划过夜空 老村长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汽车报废了 瞬间就让他火大火大的 他看到有条靓仔笑嘻嘻的 老村长抢过他的本子发现 靓仔居然把自己的丑事画成漫画 这可让老村长费都要气炸了 还想要勒索靓仔的两毛钱 他这种行为让村民很是不满意 老村长马上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马上换脸说自己没了汽车就骑自行车 不但环保还可以锻炼身体 而这块陨石就将它包装成旅游项目 说不定还可以让小镇吸引更多的游客 经过老村长一番激情澎湃的演讲 村民都纷纷表示了支持 这件事让海老更加气愤了 深夜老村长起来欧夜尿之时 海老直接拿出来一只黑蜘蛛 放在了小镇模型的大街上 这条靓仔起来欧夜尿时发现 一只十米高的蜘蛛出现在眼前 随着蜘蛛慢慢往老村长方向逼近 就在他以为自己会成为蜘蛛的下午茶之时 蜘蛛却奇迹般升往空中消失不见 剩下老村长童子尿流满一地 海老见此兴奋到了脚底 他又再次沉迷于改造小镇之中 海老先将村口的广告牌拆走 然后装上了一个更加漂亮的 并且还增加了大量的灯光 没想到由于电流负荷过高 导致发电站的机器炸裂烧火 小镇也因此全部都停了电 紧接着村民立刻找到老村长 要求他派人马上去修复发电站 可老村长说发电机还要去西伯利亚采购呢 来回的路程最起码要有半个月 话音刚落村民们都不愿意了 有条靓女说他的冰箱里还有几头猪 等到那时肯定会全部臭掉的 还有条靓仔也表示自己看喜洋洋都没法看了 村民都开始不断质疑老村长的办事能力 场面也一度陷入了恐慌 老村长抢过一条靓仔的画本 他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靓仔身上 说靓仔话的东西就是一种巫术 就在这紧要的关头 海老穿过人群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他表示自己一直都是想小镇变得更好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海老往小镇模型终点上几根火柴 外面也瞬间被火光照亮了 海老保证自己会尽快修复电力 并且会将小镇打造得更加完美 海老拔掉附和过重的灯牌 这时老村长突然闪现进来 看着小镇模型他想站为己有 然后就准备搬回自己的别墅里 海老见此连忙上前抢夺 就在两人打得不可开交之时 小镇模型的桌子被撞倒一只腿 模型也直接掉到了地上 小镇也因此遭受了地震般的劫难 大量的房屋倒塌和汽车被损毁 好在并没有人因此而牺牲 而在海老跟老村长打斗的过程中 他的黄金戒指掉到了模型中 并且已经大到了一层楼那么高 有了这个戒指小镇必然焕然一新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